小小黑猩猩小庞和拍檔的牛头犬詹姆斯 当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 尽管心中充满困惑 还是大步迈向前面的难关 小庞的梦幻成长故事 见习生黑猩猩小庞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 上次为了好朋友鹦鹉玛丽摩 小庞成功地到宠物店买了鹦鹉的饲料 而且 500元 这次任务得到的钱 是小庞第一次拿到的跑腿费 所以 这次的任务就是 用第一次的跑腿费买东西篇 顺利完成任务的小庞和詹姆斯从宠物店里走了出来 首先把买到的东西放到詹姆斯的背包里 可是袋子太大了 根本放不进背包里面 没办法了 小庞只好自己拿 好 第一次得到跑腿费的小庞到底会买什么东西呢 没想到 竟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差距 詹姆斯突然狂奔了起来 塑胶带竟然拖在地上 啊 啊 詹姆斯到底想去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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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来到了 章鱼烧的店门口 加姆斯就是闻到章鱼烧的香味 给吸引到这里来的 不过连小庞也是 小庞好像要用跑腿费来买张鱼烧哦 奇怪 小庞改变新意了 结果 神奇的詹姆斯又开始攻击小庞的皮包 那是新的皮包 就在这时候 啊 那个跑腿好不容易得来的500元硬币 竟然滚到了自动贩卖机下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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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币 硬币好像掉到了它够不到的地方 小庞 你要去哪里啊 啊 咦 小庞把放在附近的木棒给拿了过来 好像打算要用这根木棒把钱给弄出来哦 好像打算要用这根木棒把钱给弄出来哦 小庞 小庞 加油 成功了 小庞 小庞顺利拿回了跑腿费 这时候的詹姆斯正津津有味吃的好心的客人 本给他的章鱼烧 好吃 好吃 小庞表情复杂的凝视着詹姆斯 为了不让硬币再掉出来 小庞把五百元好好的放进皮包里 然后 带着新满意足的詹姆斯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他们碰到的是 这家水果店 小庞 小庞 小庞立刻把詹姆斯的绳子给套好了 看样子打算去买东西哦 走进水果店的小庞到底要买什么呢 小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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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先一步回家等候小龐他们回来 小龐从店里面走了出来 可是 他两手都拿着东西 根本就没有手可以去牵詹姆斯的绳子 他把两个袋子装在一起 小龐你好聪明哦 接下来只要拿着这个塑胶袋走回家去就行了 可是 龐又用拖的啊 因为放了葡萄袋子变得更重 小龐只好用拖的 却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意外 小龐在公园前面停了下来 又要去公园溜达 真是的 就直接回家去嘛 小龐 好像有东西掉出来了耶 这不是你今天帮忙买的鹦鹉饲料吗 小龐 饲料掉出来了 赶快停下来呀 不看了啦 你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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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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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чем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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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一大群的鸽子 整聚在一起吃着小胖挑出来的鹦鹉饲料 为了好有鹦鹉玛丽摩买的饲料 眼看着就快要被鸽子吃光了 就在这时候 鸽子们被詹姆斯的叫声给吓跑了 而小胖则是 掉落在路上的鹦鹉饲料 已经一粒也不剩了 而塑胶袋里面 第一次背着新皮包上路的小帮手任务 为了她最好的好朋友玛丽摩 辛辛苦苦买的鹦鹉饲料 到了最后 竟然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就算是用第一次的跑腿肺所买的最爱吃的葡萄 这时候 这时候也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小胖把变小的塑胶袋塞到詹姆斯的背包里面 竟在眼前的家 突然让人觉得好遥远 公泽先生 一脸担心地等待着两个小家伙回来 结果 signals 不忍耐 不忍耐 救命 不忍耐 不忍耐 不是 不忍耐 他回到的了 他在吃了 那你吃了嗎 那是吧 他回到的所以代替你麻力不斷 讓你吃了 那你以為要吃了 對於是麻力不斷 那我麻力不斷 麻力不斷 麻力不斷吃了麻力不斷 請你吃 马力摩的反应是 第一次背着新皮包出任务 虽然一路上碰到了许多士 不过小龐 詹姆斯还是辛苦你们咯 成功了 电梯门终于打开了 可是 没错 就这样进去呀 小龐 门又关了 加油 小龐 只要走进去就行了 加油 太好了 它进去里面了 哇 詹姆斯也顺利进去了 两个小家伙顺利进入电梯了 可是 小龐 小龐 不按扭 电梯是不会动的 就在这时候 不管怎么样 电梯总算动了 但是 没想到在这个密室里发生了严重的事件 詹姆斯好像发现了什么 只见他双眼紧盯着 小朋友手上的棒棒躺开 哎呦 詹姆斯肚子是不是饿了 结果 詹姆斯竟然锁定小龐的皮包 没错 詹姆斯好像想起来 小龐刚刚把糖果放进皮包的事 想要抢皮包的詹姆斯 而小龐则是一直闪躲 电梯总算顺利抵达水坝下方 但是就算出了电梯 詹姆斯还是紧追着小龐的皮包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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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生物到底是 事情不熬了 没想到 一宝竟然被铷成两半 就是当着小帮助任务的小帮最忠用的宝贝 不管是什么时候 我还不会离开她的身上 又是带着身边的任务包 现在去了 整体重心后 终于发现室的任务重心 撕成两半的地方 已经无法再会破云状 在这里改变不了什么 就算吵架又挽回不了什么 小帕子不小心这样告诉自己 直接打默默的 把银帮都掉出来的银银银银起来 然后 再往 朝着公司先生的发现奇迹 这次已经完全变暗了 公司先生的已经焦急了 等候着还不回来的小家伙们 就在此时 爸 爸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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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和你一起吃了 好! 我和你做了一碟 好! 我做了一碟 我和你做了一碟 我和你做了一碟 虽然小桃子给他的宝贝皮包破掉了 不过下次小庞就要用属于他自己的皮包了 继续写下小帮手的历史